在2016年有部神奇的动画 罪落无败的神装激动 千万不要小看这有些落智外加中文的名字 因为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龙傲天恋爱爽片 我知道每个人嘴上都说的 讨厌龙傲天系列和身体一个比一个诚实 当然我也知道各位看龙傲天爽片 不是为了自己爽 而是不看怎么来吐槽这部动画呢 只要吐槽完其他人都不看这部动画 是不是里面的妹子就都是自己的 臭弟弟啊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动画究竟讲了什么 男主卢克斯是旧帝国的皇子 可是因为看不下去帝国的腐败 于是便参与了推翻帝国的行动 最终在卢克斯讲他的黑色机甲面前 这场起义竟真的完成 新帝国成立后 卢克斯虽然被称为黑色英雄 但却也成了新帝国的罪人 可由于是英雄 所以也得到了特赦 代价还是需要帮助国民解决各种委托 可在一次行动失误 却彻底改变了卢克斯的一生 因为屋顶坏了 卢克斯在追逐目标不幸掉了下去 好巧不巧下方就是女生澡堂 新王国的公主就在这里被看光光了 最要命的是 卢克斯不仅没有害羞 反而真的表现出一点兴奋 可随后就被当成了变态抓了起来 他被关在了一所女子学院 学院长很快就放了他 因为自己有委托 要交给他 学院长表示 现在能够操控机甲的优秀男性 十分的少 而这里又是女校 所以交给卢克斯的委托一定是 其实不管是什么委托 公主是第一个不同意 公主也是这所女校的学生 他给了卢克斯一个机会 只要能够打败自己 就同意他留下 标准的白给套路 但卢克斯却完全不爱套路 因为他还有另一个称号叫做 罪落无败 关于他就是帝国的皇子 基本没有谁知道 所以卢克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每次战斗基本都不会主动攻击对方 但是卢也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 所以在这种没办法炫技的情况下 自然就得有人来助攻一下 就在公主和卢克斯打得有来有回的时候 反派就突然出来搅屈 由于卢克斯现在驾驶的机甲是最普通的 所以他也没办法杀死反派 但是在他的阳光下 成功帮助公主杀死了反派 这个行为直接让公主对他产生了好感 先前的不满也全都底下 直到公主又被反派的人袭击 这次袭击他的人是旧帝国的残荡 公主不敌对方马上就要被杀死 卢克斯知道自己不能再装下去了 上号 于是黑色英雄机甲再次两项 直接轻松秒了反派 于是全校的女生都特别欢迎卢克斯的加入 而公主则是彻底的自我攻略 因为卢克斯打败的这个残荡 公主对卢克斯看光自己的身体并不是特别的生气 相反是担心自己肚子上的烙印被卢克斯看到 因为当初新旧帝国大战的时候 公主成了旧帝国的俘怒 肚子上的烙印是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 可公主的自我攻略实在有些晚了 因为全校女生其实都对身为男生的卢克斯产生了兴趣 学院长也不怕事闹大反而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 谁只要能够在特定时间内拿到卢克斯身上的契约 就可以无条件地命令卢克斯一周的实践 于是全校女生彻底疯狂全都对卢克斯展开了追求 想方设法要得到这张契约 而最终取得契约的人不是公主 而是新一能后宫露露露提出的要求很简单 要卢克斯当他一周的恋人 结果在几天后露露的相亲对象却突然出场 然后直接提出了要跟卢克斯战斗 显然这又是一个助攻对象 但是露露却不想让卢克斯因为自己遇到危险 还没入攻就已经如此体贴 露露加分 所以露露特地在卢克斯杯子下了安眠药 自己去跟相亲对象打架 果然露露打不过对方 这时露克斯醒来后赶来正常 直接一刀秒了这个情敌 其实在给露克斯下药之前 露露就已经被露克斯攻略了一半 因为两人被安排到了一处遗迹调查 走着走着露露还突然晕倒 露克斯贴心地扶住胸口 然后拖着露露前往遗迹继续调查 而要来到这个遗迹其实都是露露的意思 因为露露了解到自己不是人类 而是遗迹幸存者 但是他并不愿意相信 虽然身边的人对他都很冷漠 虽然证实了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孩子 但他真的不愿意相信 自己是被父亲在遗迹捡来的 可是等到遗迹路口才发现 他跟遗迹产生了共鸣 他见识遗迹的钥匙 这意味着他真的不是人类 而在露露落寞之时 露克斯抓住了露露 说出自己的内心 你是我的搭档 是同学 是同伴 就差没有说出你是我老婆了 而其实露克斯也有着跟露露相似的经历 他曾经的家族也被皇室和人民所排挤 明明错的不是他们 只是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 最后被皇室的人所针对 而那个时候的露克斯还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魔偶被杀死的 他也做不了什么 他恨透了这个世界 你以为我在感性吗 实则我在介绍后宫 没想到吧 小时候的小飞一直陪在露克斯的身边 给他鼓励 所以露克斯在走出悲痛之后 就不再怨恨世人 而是打算创造一个 不需要厌恶自己喜欢的人的国家 所以露克斯毁掉了旧帝国 好家伙 而风波过去后 学校又传出了有变态触摸 几个女生也是不怕事大 闹着要露克斯女 装勾引 毕竟他那么强大 如果变态找到了他 就要倒霉了 有一所以 男主女床是真的好看 而果然在半夜 他真的遇到了变态 结果还没有出手 就被学姐挡在身后保护起来 可变态显然有点实力 学姐被算计后 露克斯又站在学姐前面保护了他 于是学姐又特别喜欢此时的露克斯 不对 应该叫Luno 露克斯自己瞎编的名字 之所以不跟学姐坦白身份 并不是为了多看几眼学姐的相鲜 而是因为学姐是出了名的讨厌男生 因为在他看到露克斯后 也找着要跟他决斗 自古男女决斗必是白给 而学姐其实也并不讨厌男生 自己不喜欢男生 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交流 这些当然都是以Luno身份了解到的消息 学姐对Luno是什么都说 而学姐被露克斯攻略的关键 是因为学校的那个变态被抓到了 她是女生 但也是旧帝国的残党 更是学姐身边的随从 但目的一直是想要推翻新帝国 她还说出了露克斯祖父的死亡真相 原来当初祖父会看到不该看的关键 就是学姐提供了信息 想要敌尖却没有成功 反而让露克斯赏号 并且帅气也说出了自己 没有怨恨他 反而很喜欢他 这里的喜欢当然是说朋友之间 但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男女之间的喜欢 很显然学姐也是理解成了后者 然后说完她就直接一刀秒了反派 而这里反派也先出了一个 可以召唤出中烟神兽的神秘嫩 而且水中还出现了一个剧情遗志 学长让众人兜取调查 可是进入内部后小飞就开始头疼 原来他的体内被之前出现的那个神秘人 植入了中烟神兽的种子 而神秘人也是旧帝国的残党 更是旧帝国进行人体实验的关键人物海斯 只要被植入了种子的人类 都会在最后变成了缓神兽 这件事学院长也一千二处 之所以会想要让众人去调查遗迹 就是因为想要在遗迹中 找到能够拯救小飞的办法 可无间海斯却让路克斯找到露露 打开遗迹大门 他自然就会放过小飞 无奈路克斯只能按照要求 真的打开了一击大门 而海斯并没有履行承诺 而是控制了小飞当众人自相残杀 但是海斯低估了小飞的觉悟 哇 可是路克斯的老婆 又是在小飞反水后 海斯不慌不忙地召唤出了新款的中烟神兽 而路克斯这一次并没有很轻松地一刀秒掉对方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后宫没有加buff 在看到路克斯姐姐败退后 后宫们的buff终于来了 然后路克斯还是一刀秒了中烟神兽 恢复平静后的众人就迎来了学员机 这一段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毕竟这一段主要是用来看的 本来以为结局差不多就是几个后宫 在另外一家送播福利 但谁知道在快结尾有一个新后宫夜驾出现呢 他的实力机位长大 更是旧帝国的附属国公主 还称呼路克斯为主人 会听从他的一切命令 但他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重建旧帝国 在得知路克斯没有这个想法后 就直接放邪了路克斯 而海斯也在上次战败重整后 带着新的神兽 入侵了新帝国 这一次路克斯打算进入神兽内部攻击 却被夜驾阻止 不过路克斯没有马上一刀秒了他 而是先嘴顿阿爸爸一下 然后再一刀秒了 当然这嘴顿也真的是影响了夜驾 毕竟夜驾是一个对修帝国 有着绝对感情和忠诚的人 最后也被路克斯攻略后 就进入了神兽体内 然后阻止了他的行动 而海斯这个反派落败自然 也是必然姿势 自此路克斯在这座女校 将会过得越来越快乐 完结 夜驾在之后也加入了女校嫉妒 但是她是唯一一个 不可能成为正宫的女生 因为她会主动保护其他后宫 在她眼里 路克斯就是主人 保护其他后宫的原因监视 不容让未来会为主人 产下后代的后宫死亡 悄悄的觉悟 而即使路克斯还有一个妹妹艾莉 能够使唤夜驾的只有艾莉和路克斯 以及学院长 原面动画还有很多女性 我没有提到 全集真的是福利满满 这并不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动漫 我知道 神志剧情也很脑涛 并且很多伏笔都没有讲清楚 在旧集前 观众还能看到一些虚构的世界观 千万不要单纯听我说路克斯一道喵喵喵 其实还是有跟对手周旋打斗一下 机甲战斗的画面还是很有体验 典型就是奥特曼那种 不被打残就不开大招的主 一过之后宫不在 不能装逼就不放大 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当然建议在有时间 想放松的时候去看 不然一堆为了黑而黑的人 又要开始阿爸阿爸 浪费我时间 最后我想各位小可爱 你们在看动漫的时候 最喜欢女主什么颜色的头发 我先说 我最喜欢白色黑色还有蓝色 当然进发也很不错啦 如果能够全都要 我也不会挑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季连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